就是说我们刚刚删除是先删除之后再看结果 但是另外其实同学问了一个问题还蛮好的 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能够先看到 比如先看到结果然后再删除 但是会有个问题 这一段先看到然后再删除 然后最后再看到删除的结果 可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程式码是重复的 所以执行我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刚刚已经全部删光了 所以我又重新再加 但是你会办法编号他会保留旧的 然后如果我今天删除 假设删除是第四号 Enter 他又查出来 可是会有个问题就是说程式码会有重复的问题发生 这一段跟这一段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一模一样的话 这个时候你们可能要学会如何制定函数 就是define自己定义一个函数 那函数 制定函数 它可以区分成几种 就是说你如果完全没有传参数 或者也没有return返还词的话 那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把重复的程式码让他不要重复 那所以要怎么写 第一个 一般是在input的下方 或者直接写在最上面 define特别注意 一定要写在最上面 你只能写在上面不能写在下面 这个规则 其实VBA没有这个问题 VBA写上面写下面好像它没有关系 那开头的话一定是打一个def 所以define 那名称的话呢 也许你给他取一个名称吧 我也许叫slate 假设slate data OK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 给他一个名称叫slate data 小瓜糊 后面他会自动帮你加冒 enter一下 那你就把刚刚的这两段重复的 把他怎么样 直接拖拉到 其中一段拖拉到这边放开 但是记得 他是在他的下一阶 所以请各位注意 一定要按个tap键 让他跑到下一阶 就是意思是说呢 他这一个制定的function 他会执行这些动作 那所以我们底下这两段 就可以把他删掉了 你把头尾这两段 那以后我怎么让他 简单 你就直接把 把这个slate data 中小瓜糊 直接把他怎么样 复制到这边 这边再复制一个 意思就是说我先slate 再delete 最后再slate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了意思吧 所以以后如果有重复的程式码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重复的程式码 就是不会百复出现 另外的话后面其实还可以再谈 这个小瓜糊里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传一些引述给他 后面如果你要return的话 其实你最后可以写一个return return哪个词 给这个function本身 不过目前我们都没有了 我们是最单纯的 等于是只是简化程式码用而已 这个比较像VBA里面的叫sub 不过VBA的话如果没有 没有那个引述也没有回传值 一般叫sub 如果有回传值的话 才叫function 目前的话 我们这没有回传值 如果有回传值的话怎么写 就云端上面有个範例 也许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样的写完之后 他就等同是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一样先查询 剩五六 然后输入五合 Enter 六出来 所以结果会跟刚刚一模一样 好处就是怎么样 程式会马上变得相对的精简 这个其实都指向这一个 也许程式就再跑一遍 这个地方的话 制定函数 没有引述也没有回传值的写法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 我要怎么样把我们云端上面 有一个叫会员member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先做下载 不过这应该你们有下载过 我下载格式用TST好了 那我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当然第一步就是要避开 第一笔资料 并且把底下的资料 再切割成五个资料 OK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再跟刚刚的Insert into的范例结合 所以按部就有办法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把程式 先写出什么 我先建一个module module名称也许叫这一个 然后呢我就 F等于Open 这个前面讲过 我的位置在这里 C底下的那个download 然后有个member.tst 然后用R模式 那因为这个资料是从Google下来的 所以它encoding等于UTL8 这样就OK了 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用什么 特别注意 Realize 一行一行读 但是一行一行读 我要避开第一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member 这个我要避开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 它这个 不能嘛 所以我们从第二个开始 直到最后一个 所以我的写法前面好像讲过了 就是For I in range 避开第一个 所以这个数字从1开始 预设从0开始 到它最后一个 就L1 跟List1 就是里面因为它Realize 先丢到这边 它会告诉我里面总共有几笔资料 OK 它总共应该有50个 所以0到等于1到50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有50个会员 那我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 它读的话读这个 中间是斗铁嘛 所以用Sprint斗铁 再切割到List2里面 并且把它整个隔开来 那我中间是用那个Format 给它五个大刮壶 分别把第一个丢这边 第二个丢这边 中间加空白 并且把它怎么样 先列出来看看 如果第一部可以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资料先分开来了 第一部 OK 应该没问题吧 那第二部的话 它做什么 已经有资料了 第二部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范本拿出来 所以其实以后 很多东西不用重写了 你就拿范本嘛 范本做什么呢 一定要建资料库 对 资料库已经有了 然后呢 建一个Cursor 然后建一个Table 然后并且把资料呢 做一个Cue 所以第一部的话 也许我们先到这边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做什么呢 先放在这边 也许在它的上面 先怎么 先建资料库 有了这个 然后Create Table 那这个的话 我叫Member 也许叫名称不能一样 不然的话 你等于是栏位名称 你跟刚刚只有两个栏位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有这么多栏位 那怎么办 我们有 总共有那个五个栏位 所以如果五个栏位 像我想一个比较懒人的方法 怎么解 怎么解比较简单 其实像我的习惯上 第一栏就A栏 第二栏就B栏 然后第三栏就C栏 意思是这一推 全部呢 假设老 我现在只是想要先丢进去 所以我就让它什么 全部都是Test的就好 所以A B C D 这样子 OK 然后就分别把它改一下 A B C D E OK 对 那不过当然全部都Test的 其实有点浪费空间 所以更标准一点应该怎么样 你可以针对这里面的资料 给它适度的 比如说呢 第一个也许就是把它改Integer 第二个的话呢 用Test OK 第三个我建议你用Date Time 第四个 第五个好像也都是用Test 还是我这边应该是这里 这边应该少改 这应该是4才对 OK 那我就建立了一个Table 叫Member 然后呢也增加了五个栏位 再来就是说什么 Insert into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就要跑一个回圈 就是意思就是把这个回圈 加到什么呢 加到我们那个 就是这个回圈的下 就已经切割嘛 所以你应该把切割完的东西 再跟Insert into结合 并且execute 那就可以把资料全部写进去了 不过这个也是最困难的地方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把那个资料 试着写入到那个 我们资料库里面看看